高雄現在這個時候要心力除弊 但在中央的蔡英文 他現在想的可是2020要怎麼連任 但連任的方法最重要一點 要能夠接地氣 沒想到蔡英文 他現在真的懂得去接地氣了嗎 是 立剛我發覺 這次敗選給蔡英文 最大的教訓就是 原來我以前沒有 不會做網路直播 所以我現在會了 我現在會了 名義就會回來 真的是這樣嗎 網路直播名義就回來 是 我跟你講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特別跑到距離總統府 旗就在旁邊沒多遠 西門町跑去吃小吃 然後做了這樣的直播 你看這個直播 其實還有字幕 滿厲害的 而且你看 這不是跟宿舍上吃滷肉飯一樣 是 我跟你講不但有字幕 而且你會發覺 旁邊還有特殊效果 然後 真的有字幕 你看 對 然後你看 這絕對不是手機拍的 然後你就去吃滷肉飯 然後又到老天路 看起來很貴點怎樣 這些東西 結果我覺得蔡英文 總統講一句話就漏洩 說了什麼 他說其實我大學畢業以前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 再來過西門町 他大學畢業以前到現在 所以那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多少年 幾十年沒來過 假設他22歲大學畢業的話 他已經至少40年沒有來過 所以難怪你根本不知道 這些攤販的苦處 在什麼地方 你不知道一般人民的生活 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對這些東西 他根本就無感 因為他根本不來 他不喜歡來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做這個直播 所以他以前就像皇帝一樣 在深宮大院待了40年時間 老實說我覺得他其實 反而有點反效果 而且我覺得整個 那個斧鑿的痕跡太深 直播沒有人這樣做的 老實講他整個畫質之好 然後整個看起來 一切全部都是安排過的 那個角度還有特別設計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絕對是專業攝影師派的 絕對不是直播 老實講 你說這個直播 我一點都不相信 所以我必須講 其實蔡英文總統 真的 你真的要接地氣 想要了解年輕人的話 你真的老老實就學我們國慶兄 你直接就用手機直播 國慶在我們昨天節目就要直播 其實那樣的效果 才會真正比較好 讓人家真正了解 你到底在想什麼 最近在流行一個什麼東西 流行跟10年前比較 跟10年前比較 是 其實我本來想趕這個流行 後來發現我10年前沒有照片 所以我漏了個20年前 不過不管 我跟你講像一般我們陳其邁 陳其邁他就2009跟2019 他是莫拉克封宅的時候 2009他去送東西的一個照片 然後讓大家來比較一下 我覺得這還好 日常生活 對 在幫人家做事 鄭文菜很簡單 他是一個是當時騎腳踏車的 一個是現在的畫面做一個比對 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日常生活 是 我跟你講 他還特別要選一個 反輕忠護台灣 這個是嗆馬寶台大遊行 我就覺得你連這個東西 你都一定要去露個 政治的東西嗎 會不會有點腐著痕跡太深了 我就覺得蔡英文總統 生活化一點 這是趣味性的東西 不是要你什麼東西都這麼政治 你如果沒有辦法撇性政治 沒有辦法腦袋去斷了這個想法 你恐怕一輩子都不知道 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民進黨議員都在嗆 尤其昨天不是在嗆 他說你那個露評 你根本就不可能實施 真的是不可能嗎 其實我們都知道 李四川副市長 最近正在帶著團隊 不斷的日夜趕工 每天半夜都在那邊挖馬路 有人就把高雄鳳山 那個文山特區那邊 拿出來做一個比較 在陳曲的市政府的時候 你看當時的路長這個樣 看到沒有 就從自家的物體上面排下來 而且路上一大堆補丁 看來沒有 整個路坑坑巴巴 一大堆補丁 看起來髒髒細細亂亂 然後現在韓國瑜上路 還不到一個月 你看整條路變這個樣 看到沒有 完全不一樣 鋪新的 是 當然我也必須說 這是剛鋪上去 所以看起來當然比較新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修路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尤其是你8月多殘月 823殘月下大雨 搞得到處都是天坑 你陳菊市政府在 就是後面的 許立民代理事長這個時間 你們不會趕緊去加強 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等到一個 才剛上任沒幾天的 韓國瑜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一下看 路對於百姓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每天都要走那個路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許立民這個代理事長 你最後這段時間是根本在混 但是我必須說 昨天的質詢 我真的是覺得很好笑 沈富雄那個委員 他給韓國瑜打100分 但是我必須說 韓國瑜我真的不覺得他有多好 我覺得是民進黨議員太爛 因為民進黨議員 真的不知道在胡說八道 那些什麼東西 而且你根本就沒打算 要讓韓國瑜回答 所以你問他什麼 十一大政見什麼東西 結果韓國瑜只不過說 有些東西是短期中期 長期的目標 有一些是需要中央配合 有一些要看國際現實發展 結果他們就一個一個人 去戳氣球了 韓國瑜不管你在說什麼 當然還有人說 你之前不是有提曬拔場的計畫嗎 曬拔場的計畫 你要送議會審核 人家才剛上任十幾天 對啊 你確定曬拔場那麼急嗎 當然韓國瑜現在也承諾 他四月會把曬拔場的計畫 做出來其實也滿快 但是我說真的 我奉勸韓市長一句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要經過 長期的評估跟規劃 這恐怕不是幾個月之內 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我覺得也不要操之過急 韓國瑜也說 他之前說有好幾個人 跟市政府接觸了 希望把賽車 F1賽車不是一般的賽車 F1賽車要引進台灣 目前他們是規劃說 如果可能的話 就在三戰地區 但是我也必須講 F1賽車現在只有什麼 日本 然後中國大部分上海 然後新加坡 還有越南河內 在整個東亞這個地方 整個四個地方有 這個引進賽道非常貴 你光是建一個賽道 要50億以上 這麼高貴 然後你那個賽道還要維護 你要獲得人家授權 整個花費可能非常大 這當然不是一天兩天 就可以弄成的事情 當然有的民進黨議員 跳出來講說 要花這麼多錢 你沒看到上海辦 每年要虧10億 但是我就覺得奇怪 你為什麼一定要比差的 新加坡人家引進10年了 你知道人家賺了多少錢 多少錢 316億 光那個賺了316億 新加坡的面積 只有高雄的四分之一而已 人家都可以做這個東西 而且做得下下就好 旁邊周邊的觀光 旅遊飯店 什麼全部的效應都出來 我們高雄難道就不行嗎 所以我覺得一切都不見得 是不可能 但是一定要審慎的規劃 看著蔡英文也在改編當中 但國慶 蔡英文弄個直播 你覺得他就這樣子 有可能讓他名氣 整個完全回升嗎 其實剛才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那不是直播畫面 因為直播畫面 沒有主觀畫面跟客觀畫面 甚至於用導播在調整畫面的 跳畫面的 一定是一鏡到底 網路現在流行 十年前 十年後 他們知道這個訊息 就已經很不錯了 我也一張 人家是十年後 你也放得到十年前 十年後 十年前 十年後 我跟人家不一樣 我是三十年前 三十年後 你放的是三十年前的 三十年前 三十年後 你看的差別 我快樂 可是蔡英文放的 你有沒有看到 你放的就是最一般 在你的生活的照片在上面 但他以為放的還是他的這個 政治意識形態的東西 就是看到這個照片 我要提醒蔡總統 十年前的你 是剛好在民進黨 上跌到谷底 因為十年前是2009 去年一個月前是2008 2008也就是阿扁就下來 謝長廷 謝院長被選擇 大敗的時候 民進黨沒有人跟 民進黨那時候最少 對 十年前 十年後 你應該要提醒大家 十年前的我們曾經大敗過 十年前的我們民進黨 曾經跌倒過 傷過 但是經由八世的觀眾 讓我們再起飛 我們再起來 但是三年多前 八世又讓你起飛 又起來接種 結果兩年我玩到今天 又回歸 打回原型 甚至於更慘 打回十年前 這個才是重點 不是讓人家看我的照片 我十年前跟十年後像不像 臉書上面的十年前跟十年後 是要讓網友知道你十年來都不變 好帥 現在更成熟 是要那種感覺 但是站在你當總統的立場 你的十年前跟十年後 不是用你的照片 來讓我們八世的民 讓我們這些觀眾看你有老 你是要用這十年前 十年後 讓人感受十年前跟十年後的 進去 民進黨有生長嗎 八世有民進黨記憶嗎 民進黨你有做好嗎 你有符合人民的記憶嗎 十年前 十年後 政治人物不能用外表來看待 你要用十年前跟十年後 我成長了多少 我讓百姓感受了多少 是要用這種態度 了解現在網路世界的動態是好事 我覺得還是需要去斟酌情況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勇氣去直播 因為直播真的有時候會很難 看到這畫面 可是讓我想到了 之前非洲豬瘟 後來習近平講的話 蔡英文唱到今天 他要撿到了一把槍一樣 現在這個時候 他在FB上面放出來的 你看到沒有 反親中護台灣 他現在的想法是什麼 十年前照片跟現在 其實目的就是一件事情 我為了要選2020的總統 我還是嗆辣妹 他就是因為這個辣台妹 然後因為他嗆了習近平 所以讓他的整個的在騎馬 在臉書上 在網路上的關注度提升了 這是蔡英文讓人家覺得說 他還基本上已經是完全無望了 已經不是死馬當活馬医 整個綠營把他當死馬當活馬医 可是他自己是沒有辦法 起死回生的一隻死馬 可是好像又活回來了 又那麼一息生氣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千挑萬選的 這麼多的相片 他千挑萬選的上面 穿了一個背心寫反親中 因為操作反中這個議題 起碼讓他在綠營裡頭 你看連四大佬 這台獨四大佬出來嗆他瞎 他都可以安全的過關 那就是因為這種護身符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時候 繼續的不斷用這一張牌 還是凸顯出 他就是沒有其他的牌 你光靠這一張牌 你就想要贏得2020的入場券 繼續連任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光靠這個東西 你要打一整年嗎 你整個台灣的民生 台灣的經濟 台灣所有的問題 你就只靠你去老天路 買一個滷味 老百姓就會放過你了嗎 而且我覺得我看了 我很不舒服 你過去這兩年來 你蔡英文的維安規格 是史上最高的 你去到哪裡 台灣就好像搞戒嚴一樣 你差一點要把總統府 全部統統圍起來了 你去到哪裡 都是近空500公尺 放眼望去 看不到任何人淹的 所以大家都受不了 然後你今天忽然間 你所有的維安通通都不見了 我看了他的 哪裡有總統自己跑去買滷味的 我告訴你那國安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他任何隨乎 所以這個人還好 這像話嗎 借我補一句好不好 今天 借我補一句就好 你講到老天路 這個影片是負面的 為什麼 多少平民百姓 現在想吃老天路 他買不起老天路 太貴 沒辦法買老天路 而你總統是單獨的去買老天路 吃老天路 讓全國知道 你是吃高檔的老天路 吃不到的人 就算民就罵了 我正想講 就是說老天路真的很有名 你如果帶我們去一個 大家都不知道 烤的來的小吃 這樣我也跟大家說 你平常就有在 你說老天路太貴 人家蔡英文不吃那麼燙的 他40幾年不吃過 老天路很貴 我不敢吃 我吃過一次 蔡英文來講 他不吃那麼燙的 不是說你跑去買個 老天路叫做接地 其實那是接歪了 你知道嗎 而且他還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後面 打上去的 但是幕僚用心良苦 我跟你講全台灣的人 全世界人都想當網紅 這些字一定是後製 才能打得上去 全世界人都想當網紅 不是上網就可以當網紅 不是上網就會紅 也不是上網 你的民調就會起來了 所以這一招有沒有用 這招如果沒效 你還要什麼招 你要不要回過頭來 看一下 我說選舉 選到今天 已經選完已經兩個月 快兩個月了 今天民進黨既不認輸 也不認錯 所以他覺得他輸在哪裡 輸在他沒有上網嗎 民進黨是輸在 沒有直播所以輸掉的嗎 全民最大黨 叫做討厭民進黨 是因為在網路上 看不到民進黨直播嗎 當然不是 你怎麼會這樣子